負數轉正數 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一個裡面有負的就把它變成正的 所以像這個範圍裡面有這麼多儲存格 那我們要怎麼樣知道這個範圍跑完了 我前面講過你可以跑一個回圈 一個回圈是從左邊到右邊一個是從上到下 然後決定它的範圍就是一個內回圈一個外回圈那全部都跑完了 每一個每一個儲存格 這樣前面有類似的那個範例嘛那個那個百家性 類似 然後跑完之後 判斷什麼判斷如果 裡面的值 是小於 小於0的話就負的嘛小於0的話那就把它的值怎麼樣 乘上 乘上負1就好了 乘上負1 然後呢 他就變成正的因為負負得正嘛對不對負1 他就把值 再填回去 就完成了 不過各位在練習的時候特別注意這個工作表請你要務必先把它複製一下 移到最後建立負案確定 這個用這個 因為如果你負 轉正之後你現在再練習的話 就沒有了 對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務必先把它做一個 這個 先複製一個 複製